PS5原神启动套装 大家都知道吗 我就有一个疑问 原神就原神限定套装呗 不是限定而是启动 整的我都有一种错觉 如果不知道原神启动这个梗 我还以为这个PS5只能用来玩原神 这个PS5到底有什么花样呢 好家伙翻了翻才知道 手柄一样 主机本体一样 包装不一样 最主要的还是 多了一个丰富的奖励 那这个丰富的奖励有什么呢 有一个名片 一件衣服800元时 虽然送的不多 但原神启动版和普通的 SLEEM光区版官方定价完全一样 那么白嫖一个兑换卡也是非常值得的 其实虽然原神是一个全平台的游戏 但在不同平台上玩 体验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感觉就很奇怪 比如你整了一台顶配的电脑 就算它是4090的显卡 它的画质拉到最高 也没有PS5的画质好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体积云 可能因为PS5上有专门的优化 另外在主机电脑和手机上玩 最明显最直观的 其实就是操作设备上的区别 最常见的 大家可能都是在手机上玩 我最爱是也是 毕竟手机的触屏 切招切角色都是非常方便的 这种交互大家都很熟悉了 后来知道原神是全平台游戏之后 在电脑上下了一个 那这个画质一下就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然后包括鼠标键盘的操作 毕竟是童子弓 上手也非常的快 直到后来买了一个插包子手柄 自己也挨折腾就连电脑上 是用插包子手柄玩了一下原神 属实是不太习惯 其实探索的时候都还好 在于后期要不断的切角色放大招 在手机上我可以直接按触屏点大招 切角色之后直接释放大招 用鼠标键盘的话 OUT加1234 或者是直接按1234再按Q都可以释放 但这个手柄属实有点反应不过来 有可能是还需要适应适应 所以后来也就屏系了用插包子手柄 玩原神的这个操作 但最近不是入手了PS5 Slim版吗 我就想看看这个原神在PS5上玩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有什么区别 别说还真不一样 除了画质上因为优化问题 有一些PC上无法显示的那种之外 在手柄上也有很多区别 最明显的是细腻的震动 角色穿过草丛时 会有沙沙酥酥的感觉 在爬墙的时候 也有咯噔咯噔的震动 不管是用鼠胶键盘 还是用手柄 是没有这么细腻的震动反馈的 那在操作上 毕竟我用手柄玩的还是比较少 所以可能感觉到的也就这些 倒是有PS5玩原神的大佬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一下 最后就不得不提一下 这个账号的问题了 我是属于被各个服务器 坑得最惨的那一批 因为最早的时候用到小米手机 那个时候下原神 直接在商店里下了一个 上去了之后玩了一段时间 当时想要跟室友互动 加不上好友才发现 原来我这个是小米服 人家那是官方服务器 没办法只能摒系掉 玩了一周多的账号 反而寻找官服 但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脑子抽了 就想着这个原神是二次元的游戏 在B站上下一定是官服 那喜闻乐见 下到手的是个B服 当时又卡在闭设 恰好没有跟朋友联机 所以一直没有发现 直到玩了快一年 工作了之后 在工作室里看到其他同事在玩 想互相加个好友 人家才是正宗的米哈游官服 我是哔哩哔哩B服 其实感觉B服匹配的话 人也不少 但偏偏在现实中 遇到的哪个朋友 玩的都是官服 这些还不是最伤的 毕竟我和大部分人一样 都是拿原神当单机有些玩的 顶多就是自己玩呗 但最痛的来了 只有官服账号 才能跟PS5上登录 痛 真是太痛了 并且最后还有一个坑 因为我原来没有官服账号 在注册账号的时候 直接拿港服账号 注册下载登录的原神 这一会直接整到国际服务 还好发现得及时 又搞了一个国服的PS账号 专门用来在PS5上 原神启动